大家好,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,我是李國慶 除了房地產信託投資,即是VEST外 還有一種信託投資都有穩定的派息 它就是商業信託 VEST的收入是來自物業租金 而商業信託的業務主要集中在收入和現金流穩定的生意 例如電訊、電力、港口碼頭都是常見的商業信託業務 在香港上市的商業信託之中 就有一種是從事電訊業的 它就是分拆自八號仔電訊文科的香港電訊 公司的業務主要是本地固網以及流動通訊 話音通訊和數據傳輸這些傳統電訊業務 需求穩定,業務波動性不大 因此這部份業務的盈利增長都不會太大 去年固網和流動通訊的Ebitda增長率只有2%至3% 我們之前說VEST的時候都提過 重視派息之餘都不要忽視資產增值的潛力 近年香港電訊積極開拓不同的增值服務 現時公司有兩大增值服務 分別是消費平台The Cup以及流動支付 The Cup去年的會員人數增長了1%至270萬人 香港電訊會在這個平台開拓、旅遊、保險、虛擬銀行等增值服務 今年年初香港電訊就成為首批獲金管局發出虛擬銀行牌照的企業 主席李澤佳就預計會在今年之內推出相關服務 至於流動支付業務就以拍照為主 去年開戶人數就大概增加一倍去到180萬戶 整體而言香港電訊的增值服務去年收入增長達到五成半 是公司的新增長引擎 商業信託在招股的時候會向投資者講明派息政策 香港電訊就定明8%向股東派發可分派收入 來近幾年香港電訊的預期息率都達到5厘8至6厘 總結而言商業信託業務穩定派息穩定 香港電訊利用它本身在電訊業的市場優勢 進一步發展其他增值業務 信託價格自然就有升有息